大家好,我是卓老师 很多人熬夜之后发现自己耳鸣了 耳鸣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要及时去医院就医 常常熬夜的人肝腎功能会受到影响 传统养生认为肾开窍于耳 常常熬夜的人耳部的微循环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熬夜多了,容易导致耳鸣 那么除了追击组,平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刺激一些特定的穴位辅助调养 下面向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 我们的耳前有三个穴位 分别是耳门穴、听宫穴、听慧穴 当我们张开嘴时 耳朵的前面会隆起一个骨性凸起 而在这个凸起的后面 耳的前面 则会出现一个纵向的凹陷 耳门、听功、听慧 这三个穴位就自向而下排列在这个凹陷里 刺激的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将食指撤立起来 向下来回搓热这个纵向凹陷就可以了 耳门是首孝阳三角筋的穴位 听功是首太阳小强筋的穴位 听慧是竹孝阳打筋的穴位 这三个穴位虽然分别属于三条不同的经脉 但是因为这三条经脉 寻经我们耳朵周围的时候 都会从耳朵后面进入到耳朵里面 然后走出到耳朵前面 所以这三个穴位都可以直通到耳朵里 这三个穴位几乎是紧挨在一起的 所以可以同时刺激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易行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能够起到活血 化鱼 通脉的作用 对耳鸣的调养 很有益处 做完上面的动作 我们再点按脚背的第五会穴 这个穴位这样讲 我们把脚趾上上翘起 这条是小指伸肌键 在小指伸肌键内侧源凹陷处 就是第五会穴 就在这里 按中会有明显的痛感 找到穴位 用拇指指腹插住 保持适度的痛感 旋转点油 每次五到十分钟 做完一边 再做另外一边 第五会穴是挡筋的穴位 本穴功用是成长各经脉气血中的阴酌 所以对疏通经络很有帮助 所以配上这个穴位 可以更好的调养耳鸣的问题 以上就是一个辅助调养耳鸣的日常保健小方法 因为耳鸣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由矮鸣的在军医组的同时 持之以恒的用这个小方法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好 本次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